橫跨了初代数码宝贝大冒险 和第二代的数码宝贝大冒险02的真正主角数码宝贝 巴达兽和天使兽家族 在剧情上因为被赋予了特殊意义 所以成为赐于暴龙兽和加鲁鲁兽家族的人气数码宝贝 哈喽大家好我是信 数码宝贝物种介绍系列来到第四集 那前阵子的绝境求生虽然评价褒贬不一 但也确实的帮数码宝贝拉了一波讨论度 今天的数码宝贝介绍是这支贯穿的数码宝贝第一代动画 甚至到第二代动画都有相当多戏份的真正主角数码宝贝 巴达兽 看似人畜无害的巴达兽 作为光明方最强大的秘密武器 在剧中有演出非常多精彩的下课上名场面 明年的数码宝贝02电影也会聚焦在这群孩子身上 所以现在就来一起看看巴达兽系列的介绍影片吧 另外前面的三支影片中有不少留言会提到 诶?雅谷兽他们不是还有更多的进化吗? 怎么只介绍这些呢? 那还是要讲一下 数码宝贝的进化路线非常非常的自由 几乎任何数码宝贝都有办法进化成一支跟自己毫无相关的救济体 彼此之后在新游戏都能变成玄武兽了 每个可能性都介绍的话真的是介绍不完 所以我仅会介绍主流或者特别想提的数码宝贝 那么我们就赶快开始今天的影片吧 Let's go! 在影片开始之前 请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以追踪最新的信聊数码宝贝系列影片 另外本频道的会员机制已经开始 有兴趣了解的朋友 欢迎用电脑版YouTube到本频道的首页点选加入 看看各种会员福利哦 今天要介绍的巴达兽呢 初次登场是第三代的怪兽对打机 它是一只成长期的哺乳类触马宝贝 擅长使用耳朵飞行 但飞行的速度慢到用走的可能都比它飞得还快 必杀技是压缩空气吐出的空气泡 作为从怪兽对打机时代就接触数码宝贝的玩家来说 看到巴达兽在动画中能够进化成天使兽 这是非常非常意外的 因为在原作游戏里面 巴达兽跟天使兽所登场的怪兽对打机 根本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的进化路线没有天使兽 巴达兽反而是会变成独角马兽那类的第三代数码宝贝 能正常变成天使兽的 反而是夹步兽 而动画跟游戏两种媒体往往是互相反应互相照射 第一代动画版巴达兽进化成天使兽 这个路线实在是太过经典 从此巴达兽进化成天使兽 反而变成最有名的进化路线 刚刚有提到巴达兽原本只是普通的哺乳类型数码宝贝 为了要合理它能够进化成天使兽的设定 官方后来在巴达兽的设定中都加了一条神圣属性的后设 下一只巴达兽家族来到了天使兽 它是疫苗种成熟期的天使型数码宝贝 必杀技是天堂之拳 就如同刚刚所说的天使兽原本是登场在第二代怪兽队打击的 设定上天使兽拥有六枚翅膀跟十字面具 有很浓厚的神话风格 数码宝贝在第一代动画推出时 相当程度的强化光明对黑暗的主题性 把一堆黑暗或者病毒种的数码宝贝设定成反派 而作为光明方的最终兵器 天使兽系列在任何的篇章 都有非常多的关键表现 第一篇章的大BOSS恶魔兽 在前期给孩子还有观众相当深刻的压迫感 加上第一季之中 巴达兽好几次要进化不进化的 狂掉观众胃口 大家总是会讨论 巴达兽到底会进化成什么样子 而最终巴达兽变成天使兽 煞爽登场制裁恶魔兽词 无论是气氛音乐 甚至背景塑造 都让观众有种 哇 孩子们有救了的感觉 因此在第二代怪兽对打击中 平平无奇的天使兽 突然就变成超主流的数码宝贝 也成为演唱片头曲 Butterfly的何天光思先生 最喜欢的数码宝贝 甚至以天使兽作为专辑封面 以纪念他的喜欢 如同刚刚说的 天使兽在这一战之后 成为非常主流的数码宝贝 虽然说知名度还是小叔 暴龙兽还有加鲁鲁兽 但他仍然是开辟了 一整个天使兽家族 那像一只巴达兽家族的数码宝贝 很意外的来到了 第一代的第一个BOSS 恶魔兽 他是成熟期病毒种的 堕天使型数码宝贝 密沙记是死亡之爪 可能有观众会觉得疑惑说 为什么恶魔兽算在巴达兽家族 但听到堕天使型这四个字之后 心里应该就有个谱了 没错 恶魔兽在设定中 其实是天使兽家族 堕入黑暗之后变成的形态 长期以来这个设定都非常的暧昧 而且不明确 恶魔兽确实有说到 是天使兽型的数码宝贝变的 但总没有明确指出 是天使兽所变的 而在2020的动画版中 天使兽被黑暗侵蚀之后 分化出来的形态 就着实的是恶魔兽了 算是给我们常年 充满疑问的观众一个解答 另外以游戏的角度来讲 能直接进化成恶魔兽的 除了小妖兽跟小恶魔兽以外 还有黑化版的巴达兽 死魔兽 也算是映造了这一点 那么大排长的天使兽 他的完全体是 初代最后的完全体 神圣天使兽 一秒总拥有八片翅膀的 大天使型数码宝贝 神圣天使兽属于天使兽 他们的上级管理阶层 以守护数码世界的光明 为行动宗旨的代理人 AKA反派克星 在剧中登场次数 非常非常的少 但是只要神圣天使兽登场 就一定是画面上的焦点 因为光明BUFF 对黑暗特攻的影响 神圣天使兽 可以以完全体的阶级 对抗 救济体数码宝贝 也成为第一代动画中 达到无解的 小丑黄石的关键角色 在数码宝贝020 因为包含阿妩跟佳儿在内 所有人的完全体进化都被ban掉 大部分的时间 我们看不到神圣天使兽登场 在后期的故事中 保卫神圣10篇时 神圣天使兽就登场 对抗黑暗战斗暴龙兽 打了一个五五开 成绩还算耀眼 明明就是这种超强战力的数码宝贝 神圣天使兽登场的次数 却极端的很少 在所有电影版 包含Less Evolution中 几乎是没有登场 没有表现 就算在TRIE中登场了 也被恶魔兽打败 如果没有2020中的战斗表现的话 神圣天使兽在荧幕上 所留下的最后印象 还蛮差的 这点还是要赞美一下2020 那我们平常所知道的 神圣天使兽又称作战斗形态 它还有一个平常时的神观形态 初次登场于V训练师01 那在2020版动画中 也首次得到出场的机会 最后神圣天使兽的名字 在欧美并不叫做神圣天使兽 Holy Angelmon 神圣天使兽因为宗教问题上 改成了Megna Angelmon 伟大天使兽或者是极限天使兽 在漫画中神圣天使兽 还有一个原创的进化形态 主天使兽 Dominimum 这主天使兽也跟救急V龙兽 未来模式一样 仅存于那个漫画版 到了救急体的巴达兽家族 大家最有印象的 肯定是灵圣天使兽 我是说救急天使兽 救急体吃天使型的树毛宝贝 必杀祭是七重天堂 初次登场于D3的巴达兽 正统救急体树毛宝贝 生态设定上 救急天使兽是最接近神的存在的树毛宝贝 也是统领所有天使型树毛宝贝的领导人 翅膀高达10只 相当浮夸 可以说是天使系列的最高战力 但只要是树毛宝贝粉都知道 死亡有狮子兽 败北有救急天使兽 设定上超强的救急天使兽 登场的画面几乎都是大场面 但救急天使兽几乎是没有赢过 比如说02巨场版中 救急天使兽就没头没脑的突然出现 也没头没脑的被秒杀 我说的秒杀是真的出来的下一幕就被打爆的那种 而在差不多时期的漫画里面 救急天使兽也被雅鲁卡迪兽成熟期BBQ 在第四代最前线的剧情之中 救急天使兽在故事开始前他就已经输了 再次登场也只是被一个反射镜直接蠢死 到了这边救急天使兽给人的登场 救败北印象已经太深 而制作方似乎也有稍微注意到 救急天使兽表现不佳的问题 从TRI开始 救急天使兽的胜率就有着飞跃性的提升 靠围殴打赢无限龙兽也参与了最终决战然后没死 在数码宝贝2020跟手机游戏Rearise之中 也有给救急天使兽还不错的细分 算最近待遇有变比较好的数码宝贝 那如同天使兽会黑化 会变成恶魔兽一样 救急天使兽也存在着黑化版 在第四代中存在着由黑暗石斗士 迎镜兽变化而成的黑救急天使兽 这个形态在2020中也有很短暂的登场 那说到巴达兽的变化形态 我们都会马上想到天使兽系统 但是事实上巴达兽的衍生型 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更多 像是数码玩被029登场希望的装甲体天马兽 那时阿武等人被封掉进化之后 以数码装甲进化而成的强化形态 必杀技是银色光芒 强度落在成熟期前半 但不敌天使兽那种顶天的实力 说实在的 以天马兽的身体细节来说 它更像巴达兽的正统进化 在初登场的020天马兽待遇并不算太好 不仅很多观众他们只期待天使兽回归 天马兽本身在剧中的战绩也不太优秀 而在《顺老辈2020》中 天马兽的待遇则被大升级 首先它变成不用装甲进化就能进化的分歧形态 战力设定上仍然低于天使兽 但作为阿武移动的主要手段 它的戏份跟战斗画面都狠狠地碾压了020时期的天马兽 发展出了完全不同的魅力 也是我对2020动画版的好评价点 下一只巴达兽的变化形态是大家看到就想按B取消进化 看起来非常突变又奇怪的古神兽 它是完全体的突变型数码宝贝 对,你没有看错 原文就是突然变异型,突变型 跟看起来迷音迷音的外表相反 古神兽拥有超强的防御力 在剧中甚至可以扛下没有人挡得下来的钙牙能量炮 古神兽比较常见的进化方式 是天使兽跟战甲兽的合体进化 它是为了数码宝贝02而设计出来的专属数码宝贝 但跟机甲龙兽不一样 古神兽的人气非常低哦 其实我本身对于独特设计的数码宝贝没有任何意见 但是古神兽给人强大的违和感 都是来自于它的前一阶段是天使兽 假设你不是一个数码宝贝粉丝 只看图片请问你可以在古神兽身上找到天使兽的影子吗 况且天使兽在前作就已经有过接近完美的完全体形态 神圣天使兽 各种反差让大家对于古神兽都不乐见 那也许是因为古神兽说到底还是有巴达兽的因子在 古神兽它在多年之后竟然被安插了一个直属的进化系统 究极体斩棘天使兽 有着至今战甲兽钢铁盔甲的设定 也有继承天使家族基因的设计感 虽然在动画媒体斩棘天使兽都没有太好的表现 但终究是完成了一个粉丝们常年期待的进化路线 今天要介绍的最后一只巴达兽进化体 也是究极体最近表现比较平凡的神龙兽 神龙兽是圣龙型的疫苗种数码宝贝 这只许多只看动画的朋友会非常陌生的究极体呢 其实是在Wonderswan的游戏中早就登场的神秘数码宝贝 后来在卡牌被当作神圣天使兽的进化形态运用 它的登场时间比究极天使兽还要再更早 也是四大龙数码宝贝之一 拥有四只龙之中最强的魔力 必杀其次神龙火焰 尽管神龙兽在Wonderswan中打出偏门的知名度 但它在以往的动画中都没有登场 究极天使兽往往会跟究极天女兽当作一种配对 初代的迪路兽它的进化路线总是非常的不定 一下变天女兽一下变圣龙兽 而巴达兽在动画中一直都没有第二个究极体形态 所以两者站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还是会不太协调 但在2020的动画版中对应天女兽的究极体圣龙兽 巴达兽也得到了神龙兽的这种全新形态 在动画中表现是极为亮眼 比男二的钢铁加鲁鲁鲁还要有排场 跟千年兽演出了一场 WS17粉丝就会很心仰的战斗 以上就是巴达兽家族中我特别想介绍的几只数码宝贝 2023年数码宝贝02的电影版就要上映 身为横跨初代跟二代的真主角数码宝贝 期待巴达兽能在续组中有更多的表现 哪一支是你最爱的巴达兽家族 跟他之间又有什么精彩回忆吗 都欢迎在留言下方告诉我 其实某方面来说我是连古神兽都蛮喜欢的啦 总之喜欢这个影片的话麻烦一个喜欢 也麻烦订阅我的频道 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哦 因为订阅了不小心会跳出通知你有新影片 想要追踪日常生活朋友呢 欢迎来追踪我的IG 那么我们下支影片见啦 掰比 明 assemble用发行费会 明 teacher宝贝 在给争洲还有一天 阿词 明她以便保持你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